那我們待會就來挑戰一下這次的挑戰過程 半年後的成績到底是多少 OK 終於來到我們年度計畫中的半年期中考 目前是第二次的考試 大概在半年前8月20號 我身後就是風貴嘴的挑戰路線 半年前8月20號這次 我記得沒錯的話 算是我這條路線以來最佳成績 這條里程大概是6公里的路線當中 我總共騎了26分20秒 算是我的生涯以來最快的一次 那經過了半年時間 目前已經是1月25號 這段期間說真的 我是比較多在跑步啦 騎腳踏車的次數 因為天氣的關係是真的有減少 而且加上今天的天氣因素 不是非常順利的情況下 我自己預估啦 今天成績應該是 跟最佳成績會有一點點的落差 但是 沒錯 在開始前 我還是會全力以赴好不好 挑戰我自己的極限 半年前跟半年後 都一樣要佩戴口罩 那我們待會就來挑戰一下 這次的挑戰過程 半年後我的成績到底是多少 準備出發 Let's go OK 我們挑戰即將開始 出發 果然太久沒騎了 第一段又傳到不行了 目前過了兩分鐘 軍務瓦280 快爆掉了 要不可以注意一下 我自己通常會在下坡的時候 想辦法稍微去拉一點速度回來 所以剛剛有點換到大盤 稍微去衝一下速度 現在又回到 大概是7%左右 6%的坡 這段開始就會是比較陡上的部分 所以 差不多要開始調降強度 不然後面騎不完 怎樣 我會來這裡 我不能學她 我會去學習 我會學習 你怎麼學會 我會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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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剩下最后2.5公里了 现在已经快爆了 心率都达到180几 最后2.5K 剩下最后1.5公里 现在时间来到了21分 平均瓦数现在是225瓦 还有机会 3.5方面的电影 最后3.3公里 在剣向后 啊 啊 我們挑戰完成 現在已經下滑到了山底了 因為上面實在 你們剛剛應該有看到畫面 完全一片白霧 啊重點是因為我剛剛快吐了啦 講不出話 所以我們先下來 然後我也還沒有看到底成績如何 我們就一起來開講我們今天的成績 但是我剛剛騎完同步之後 有同步更新了我現在的FTP 就是我的FTP從原本的210 剛剛碼錶顯示更新到了214 小小桑桑的4瓦 好我們就來看一下 今天 結果 我來看一下 喔 有更新耶 我今天騎風貴嘴 新的PR 26分18秒 不過兩秒 只有兩秒 我剛剛騎的都很辛苦 快吐的情況下 竟然只進步了兩秒 但是我自己其實 今天在一開始 我真的是不太抱期待會覺得進步 因為說真的這陣子完全沒騎車 然後今天又超級風很大 就是你會覺得 那個風阻騎起來好像有點辛苦 那一路在上坡的時候 有幾段 我就有故意趴得很低 想說能偷盡量偷啦 所以其實中間沒有什麼力氣主持 因為今天很認真想要挑戰 沒想到意外突破兩秒 下一次挑戰應該就會在 8月 今年的8月 我們將在半年後 再次挑戰我的風貴嘴紀錄 那我自己覺得 接下來8月的挑戰 應該成績會不錯啦 因為我們接下來有超級多比賽等著我們 那我們就先祝大家新年快樂啦 我是你的家人隊 喜歡我們影片記得按讚、訂閱、分享 並且開啟小鈴鐺 我們下支影片見囉 掰掰 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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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